- 白石燈零件故障的解析方式 - 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白石燈零件故障的检修方式 - 白石燈它的故障有分为好几种 - 前面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Trike要怎么去量测 - 再来白石燈要怎么去量测 -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Trike的接角量测 - 我们先看到左边这个Trike的外观 - 我们先把我们的金属壳贴着 - 我们先向正面看上去 - 我们从左边到右边它的接角分别是T1 T2 G - 那我们T2跟外壳是接在一起的 - 所以呢我们拿三用电表去量测我们的T2 - 跟外壳呢它的电阻是为0欧姆 -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还没触发的状态下呢 - 我们去量测T1跟T2 - 那它的电阻值是无限大的 -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去测量T1跟T2 - 导通的时候它的电阻值应该是多少呢 - 首先我们先拿三用电表把它转成乘以党 -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量测T1跟T2之间的电阻 - 它应该是要无限大的哦 - 如果它现在有电阻还没触发的状态就已经有电阻 - 那表示我的T1跟T2的接角已经坏掉了 -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去量测 - 如果量测到它的电阻是无限大 - 那接下来我们就怎样 - 我们同时三用电表一端T2 - 然后呢再碰触另外一个G的接角 - 碰触完之后呢 - 那三用电表的那个指针呢慢慢的缓慢的移到T2 -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电表两根碳棒呢分别会在T1跟T2 -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测量到它的电阻大约是8欧姆 -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单用电表的碳棒呢 - 移到T2跟G这个接角呢 - 因为我们要用电表 - 它内部的电池去触发我们G - 触发我们G的接角 - 那触发完那我们的T1跟T2导通之后呢 - 它就会有电阻 - 那它电阻只是8欧姆 - 所以呢下面的影片呢老师有示范 - 如何去量测Trike的接角 - 那请同学再仔细看 - 因为它非常的不容易量测 - 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正常的Trike元件呢 - 我们先介绍Trike元件它的接角 - 最左边这一只接角它叫做T1 - 中间这一只接角它叫做T2 - 最右边这一只接角它叫做G - 正常来讲我们T2的接角跟上面的金属壳 - 是要呈现短路的 - 正常来讲的话Trike元件T1跟T2 - 如果我今天没有触发的话 - 它是要呈现开路的状态 - 所以它现在是呈现开路的状态 -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量测 - 万一触发之后它的电阻值会是多少呢 - 我们就把它触发过来 - 它的电阻值就会呈现是8欧姆的状态 - 把它移过来 - 就表示它已经触发了 - 它的电阻值就是呈现8欧姆的状态 -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白石灯的量测 - 白石灯的量测 - 那白石灯的量测呢 - 我们也是一样 - 拿起三用电表 - 那我们把它转到乘以党的位置 - 那一个碳棒呢 - 不论是黑色碳棒或是红色碳棒 - 反正只要其中一支碳棒 - 我们把它放在灯帽 - 那另外一支碳棒呢 - 我们把它放在电阶头那一个位置 - 也就是电源接点那个位置 - 好 那我们去量测它的电阻 - 如果今天量测出来是有电阻的 - 表示我灯丝还没烧断 - 灯丝还没烧断 - 那我们灯丝呢 - 会越来越短越来越薄 - 因为它会慢慢蒸发 - 所以最后它还是会烧断 -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- 如果我们量测出来 - 电阻是无限大的时候呢 - 那我灯丝就是烧掉的 - 以下的影片是我们示范台灯的检修与灯泡的量测 -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- 无段条空灯 - 我今天要看修的时候 - 我把台灯打开 - 续旋转旋钮发现到 - 我的灯泡都不会亮 -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- 到底是哪里坏掉呢 - 因此我们要做第一件事 - 就是要先把电源拔掉 - 那避免在维修的过程中 - 我们被电电到 - 所以我们要先把插头拔掉 - 那拔掉之后呢 - 我再把灯泡旋转下来 - 那为什么我们会先猜测灯泡坏掉呢 - 请同学回想一下灯泡的动作原理 - 我们要怎么量测灯泡是烧掉的呢 - 我们先用三用电表 - 转到欧姆档 - 那转到欧姆档之后呢 - 这里有一个灯的电接头 - 另一个是灯帽 - 那这两个是会接通的 - 会通电的 - 那所以呢 - 我们三用电表就拿出来 - 那一个碳棒碰这里 - 那另一个碳棒碰这里 - 这样去量测 - 那这样量测 - 如果灯丝没有烧掉的话 - 它会有电阻值 - 那灯丝现在是呈现烧掉的状态 - 所以呢 - 它的电阻值是无限大的 - 那我们现在肯定是灯泡烧掉了 - 那接下来呢 - 再拿一个灯泡来做量测 - 如果是一个好的灯泡的话 - 那我一个碳棒放在灯帽 - 上任意点上面都可以 - 另一个碳棒只要碰到 - 我灯帽的灯泡的电接头 - 它会呈现有电阻值 - 那有电阻值就代表 - 它的灯丝是没有烧掉的 - 没有烧断的 - 那表示这一颗灯泡是好的 - 那我们再将好的灯泡 - 装在灯座上面 - 好 接下来呢 - 我们帮各位同学做一个总结 - 那白石灯它的零件故障的检修呢 - 我们主要是检修 - 我们前面介绍的是Trike - 跟白石灯的量测 - 那Trike量测呢 - 我们来复习一下 - 我们量测T1跟T2呢 - 它电阻应该是要无限大的 - 好 那接下来呢 - T1的那一个指针 - 我们不要动 - 那我们把T2跟G - 两个指针 - 跟指针碰在一起 - 然后接下来呢 - 再缓慢的把它移开 - 移开G - G那一个接点 - 那剩下T1跟T2是碰在一起 - 那这个时候呢 - 我们会量测到它的电阻 - 那表示我们这个Trike元件是好的 - 那白石灯的部分呢 - 因为它内部呢 - 是一个灯丝 - 那灯丝呢 - 我们要去量测 - 一个指针要放在灯帽上面 - 一个指针呢 - 要放在灯的底部 - 那我们去量测 - 那它应该要有电阻 - 如果没有电阻 - 电阻呈现无限大 - 表示我的灯丝烧掉了 - 那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清楚记下来 - 它Trike元件跟白石灯 - 它的量测的方法 -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- 对 话 - 问 - 刘 - 哼 - 讯